金融市长牛昌以一张张的图表说明 从2018年起开始规划了北无独研发新政计划 牛昌表示在金融捷运定案后 位处于新北市与金融市交界处的北无独大片的仓储区将转型 其中29公顷将作为优先产业发展范围 不仅是智慧研发园区 也会打造新的产业聚落特定专用区 产业专用区及捷运开发区等 成为首都圈新的产业基地 这地方是金融市跟新北市的一个交界 未来的这个产业的人群 结合了新北市那边 他们也一样配合了金融捷运的开发 他们也会有新的产业基地出来 所以这一块新北跟金融交界的 这整块的大的区域范围 未来就是首都圈东侧最重要的新的产业 经济跟就业的区域 那未来金融人 金融市民就有机会 能够在这个地方 有更多的就近就业的这个机会 配合北五赌国际研发新政的规划 还有三大交通配道计划要同步进行 包括串街五赌交流道与台武县的联络道 赌兰一之一地下扎道拓宽 及大德路托宽案 其中赌兰一之一地下扎道拓宽规划设计案 已经开始推动 立即我们在做的就是 这个赌南杂道的一个批建 那原则上应该是明年赌南杂道的规划跟设计要完成 然后希望是明年底后年初赌南杂道的一个拓宽的工程 必须要进行 第二个是大德路的一个拓宽呢 大德路因为现在不是都市计划道路 所以我们大德路的拓宽必须先进行都市计划的变更 变更完之后 争取中央的一个补助的经费 然后地方配合 然后来进行大德路的一个批建 所以它还有都市计划变更的不确定性的一个因素在那边 另外还有一个是这个五赌的这个杂道 跟我们台五线的联络道 这个案子呢 它需要中央跟地方一起来合作 也就是需要交通部跟基隆市政府 接下来要谈细部的 还有包括经费怎么样出资的问题 牛昌也说明配合基隆捷运 北五赌站所规划的四大绿生活与低碳系统 牛昌强调 北五赌国际新政不只有研发 还有相关产业基地 将成为未来20年基隆经济与就业的新发动机 在这8年的时间 我们已经逐步完成了 基隆市港再生的标杆计划 大家都有看到整个基隆市中心区的一个蜕变 这个是基隆市未来经济发展 还有包括就业第一颗引擎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今天跟大家报告的 北五赌国际来研发新政的一个整体规划 那北五赌国际研发新政虽然名为研发新政 但它不会只是研发 它还会包括相关的其他的产业的一个基地 也就是包括产业的专业区等等 所以它可以提供比较高 比较多的一个就业的人口 不会只有研发的人而已 那因为有这两颗引擎 才有我们可以说服中央权力支持基隆捷运的一个匹见 牛昌表示 基隆核股狼带到北五赌研发新政的发展 并不是嘴上说说就能完成 近年来在中央权力协助下 包括山坡地解编等限制基隆核股发展的紧箍咒去除 后续才能推动都市计划变更及基隆捷运开发等 他相信未来不管是谁当选市长 都应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务实踏实地带领基隆市往前迈进 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